四隻大手兩個大男人 才能勉強合力抬起 眼前的巨無霸可不是一般的魚 它是據說只有地震出現 才會從深海裡冒出頭來 久久也未必有緣 能夠見上一面的地震魚 為什麼叫地震魚老闆 因為牠是在深海裡下的 可能牠會因為地震的情況下 牠本來會浮到水面上來 難得一見的魚接大塊頭 引來民眾好奇為觀 這裡是宜蘭當地一間水產店 好巧不巧六號清晨台東地震剛過 這條魚就這樣出奇不易的 掉入了當天東澳漁民清晨的漁獲之間 放在面面上還無法完全延展拉直 長度大約可以撐到六個水族箱 實際測量也得拿尺折過一個彎 身長470公分還綽綽有餘 因為魚身呈現彎曲狀的緣故 確切長度大約為490公分 長度將近5米 重量高達45公斤 一公斤市價大約450元 地震魚其實是黃帶魚的俗稱 相較於以往的捕獲記錄 7到8公斤就已經算是大魚 這一尾的尺寸簡直堪稱前所未見 更難得的是不同於其他海域捕撈的地震魚 這一帶抓捕的魚種肉質Q彈 非常適合用作料理上桌 這個都要用清蒸的 因為它肉質很軟嫩 它比雪魚還要更軟更嫩 對比凌晨發生的地震 討論的民眾寥寥無幾 反倒是被地震給震出水面的大魚 成為清晨漁民和餐廳顧客 臨時收穫的一場意外之喜 記者林醫生梅英雪宜蘭採訪報導